好 其实有传出赖清德 其实针对这个大陆之间的关系 他是想要有一点作为 有一点不一样的突破 但问题是各界分析 现在有三道金牌是夹着赖清德 恐怕他也很难有一些作为可以施展 我们就来看一下 像是赖清德的国安团队 现在人士大致都底定 未来围绕在赖清德身边的是哪一些人 来看这些面孔 包含了准国安会秘书长吴昭燮 还有准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 以及未来的外交部长林佳龙 还有准国防部长顾立雄 未来就是由这些人来主持国安大局 但江战略所副教授黄介正就表示 其实今年对台湾对大陆 对美国来说应该说是对全球来说 最大的国际政治变数 就是11月5号即将登场的 美国总统大选 那在此之前国际环境相对缓和 因为北京也还在观望之中 那赖清德的国安团队 必须要在这个时候传递出一个 稳定这样两个字的讯号 至少先让美国放心 而学者施正锋也认为呢 在年底之前 美中是共管台湾 那蔡英文的人就来扮黑脸 再加上监军以及AIT 就是刚才所谓的三道金牌 会夹着赖清德 所以呢 他认为赖清德应该不至于爆冲 不敢讲什么话出来 绿营的智库人士也表示呢 美国社台智库普遍认为 要关心的两大问题 第一个 顾立雄 他到底有没有被赖清德信任呢 能不能百分之百的掌握国军呢 因为传出过去赖清德 在这个国安会秘书长的期间 他和军方体系之间的相处 并没有这么的融洽 所以现在呢 外界就怀疑哦 到底赖清德 有没有百分之百的 信任这个顾立雄啊 还是只是给他一个空的位置 来架空他呢 现在哦 也担心说会不会造成赖清德 未来在两岸情报的决策上 会判断不完整 因为身边都是围绕这些反中人士 导致赖清德会不会只收到 偏颇的反中情资 而误判了国际情势呢 在党更呼吁赖清德 应该要出面说明 对未来美中台三方的关系界限 新政府上阵倒数计时 国安人士布局大致敌定 但外界忧心 主任国防部长顾立雄 和主任外交部长林家龙 都非本科出身 国防外交恐怕会面临不少问题 他们对美中台之间的互动的架构 到底是什么 是要延续的蔡英文的做法 全面的导向美国 还是说中国大陆这里 保持一定的谈心 在党直呼赖清德得说清楚 要如何面对美中台三方关系 禁合和界线 也质疑即将执掌国安情报大权的准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和传主可能会接任副秘书长林飞凡 反中立场都超鲜明 外界忧心会有这种结果 两个都非常反中 而且非常独派 他们提供给总统的情报 会不会一面倒的都是反中的情报 这样会不会让赖总统误判 也会造成立法院一定的僵局 决策圈一定要广要大 要广纳百川广纳建言 了解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而不是只是在小圈圈里面找人 是不是赖清德准总统 未来的决策会受限 从国防外交到国安会 牵动台海局势安困 就叛即将上任的赖政府 能以智慧拿捏美中台之间 最妥视的距离 记得张又思绪 徐国豪 SN小组 台北报道 那么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毕业之前呢 送出了一份卸任前的另类大礼 当然就是对徐巧新来提告 那徐巧新说 外交部对他提告是他们的权利 外交部对提告是他们的权利之余呢 但是也认为是在转移焦点的一个说法 像是我们对这个圆屋方案里头 至今还是没有说清楚 那一千万美金的流向到底去哪里了 说要向台湾的厂商来采购 那有没有按照这个标准的SOP程序 来进行采购标 采购流程呢 多少的衣裁 什么方式来进行采购的 徐巧新说 虽然他被告了 未来还是会追踪到底的 那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也说了 如果要声援徐巧新 现在可以怎么做呢 他建议呢 在党的立委们 把自己认为不应该加密的密件 全部一个一个公开 喊话政府 我也是徐巧新 你来告我吧 让案子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就能逼检察长来出面说明 亮哥也分析认为了 徐巧新作为国民党一大战将 如果被打倒了 那民进党肯定会实随之位 接下来他点名可能会被民进党 追着打的一号人物 就是基隆市长谢国良 现在针对谢国良 一直想要发起这个罢免 他认为下一个徐巧新的目标 接下来就会转移到谢国良身上 好看到了中国时报就评论了 记得吗 这个吴钊燮现在被封为是 魔法部的吵架部长 甚至在推文上面 就自己自称 自己叫做林北这两个字都跑出来了 还蛮不雅的两个字 现在吴钊燮这个很爱用 自称林北说吵架就来 林北绝对吵得赢这样的感觉 好中国时报的社论就说 堂堂外交部长不像个绅士 反倒像个痞子耍无赖 挑明冲着徐巧新 好没想到呢田中光还赞许说 林北这两个字 是一个接地气的表现 说是我们兄弟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此的马屁文化难道吴钊燮任内断交八国 难怪还能厚颜在位 好就来看到了吴钊燮日前 和徐巧新来互杠 还发文说面对无理质疑 林北一定吵到底 那属下还说 林北是个非常接地气的用词 结果就被网友猛呛 是把自己当百姓的老子吗 来因更狂轰 哪有看过民进党人士 在选举败票时喊过林北来了呢 吴钊燮喜滋滴上魔法部吵架王彩带 当大家追问三连二亿原无金流 吴钊燮告立委 立委问他是谁扯国家后腿 吴钊燮直接国会暴走开杠 甚至发文料化 谁要是无理之一 林北一定吵到底 堂堂部长喊林北 外交部次长帮忙解释的超级尴尬 这是非常接地气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 以前觉得这可能是高高在上 现在听起来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 难怪可以在外交部 难怪可以在外交部 如果他是林北 我就是老娘了 林北应该是说 我是你爸爸 五四零八八 田光中次长可能是有比较强的求生欲 网友炸锅炮轰 吴钊燮自称林北 是把自己当百姓的老子吗 搞清楚你的薪水 就是林北们给你的在嚣张什么 蒋林北是接地气是吧 老师可以教学生蒋林北 临走骂吗 有人耿吐讽刺 以后小学生自称林北 老师要给他贴个小欣星 称赞很接地气 更有人帮吴钊燮林北造句 林北就算断交八国 也不认错要当官到底 如果说这么接地气的话 那这个是我们赖总统 就职典礼的演说上 就开始用林北取代我这个词 翻开教育部的闽南语词典 林北是男子自称的粗俗用法 常用在蔑视别人发怒的口语上 但悲哀的是 绿营大官公开大声宣扬 甚至还帮这句林北来做背书 蔡英文爱将 堂堂外交部长满口领杯还沾沾自喜 背后是谁给的底气 百姓全都看在眼里 这黄军陈珍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不过赖清德的国安团队 虽然人是大致敌定了 但是也被外界诟病 一来可能反中立场太鲜明 二来可能发现里头有一些成员 缺乏相关的经验 像是什么民进党前秘书长林飞凡 他就传出可能会在新政府担任 国安会副秘书长或者咨询委员 就被立委王宏威大酸 09万变成020万 因为说如此一来 林飞凡的月薪就直逼了部长等级 大概是太阳花学运旅头 这个混得最好的一个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也炮轰 林飞凡不仅没有价值 也没有外交经验 根本就是新政府的酬庸 现在台湾年轻人 没有人在崇拜太阳花的啦 太阳花时代不止过去 而且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你随便上网看 对不对 骗钱的骗钱啦 有个医生骗钱还被抓去坐牢 他是因为去杏烧人家就坐牢 卖银的卖银啦 是不是太阳花女王不是卖银吗 我讲你只要看然后贩毒的贩毒 就一堆都是很不堪的 这能够当作我们台湾年轻人的标感吗 所以太阳花已经不是那时候 很多人头脑纷纷顿顿 觉得好热闹很怎么样去参加 现在已经看破了嘛 那林辉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啊 说他外交都怎么样 各位他有什么外交经验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他就是一回来就是 民进党的富民之党就给他干 罗文家找他干就这样啊 那他们一直在想说 他们就把这些年轻人 太阳花时代把他接手上来 那根本不是嘛 今天给林辉环一个仇庸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今天整个赖政府里面都是仇庸 他现在有的人事安排是 要给美国人看 用蔡英文的人 有的就是仇庸 那他是想说我只要平平顺顺 短时间之内我不要出疲劳去 影响到美国总统的嫌疾 免得被美国人报复 他现在在想的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你整个人事案出来的话 你那些部署其实都笑破人家肚皮 东酬庸西酬庸 然后最后呢 最后对台湾整个社会没有帮助 他们完全不了解 国家安全会议的设计是为了什么 那今天他们自己本身就是 最大的国安危机 这些搞出国安危机人 通通到国安相关部门 外交部门 对不对 最可笑啊 各界都在严格检视新政府的人事 安排像是又有前立委 也找到了新工作 就是前民进党立委何志伟 总统府发布了新闻稿表示 他即将接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不过对此曾经跟何志伟 被封世立院荧幕CP的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就表示祝福 他还大赞何志伟处事援荣 跟跨党派立委的互动良好 对此赖清德很有帮助 我跟何志伟不错 而且我祝福他 而且我觉得赖总统找像何志伟委员 这样子就是处事比较圆融 然后跟这个当初在立法院 跟不同党派的委员之间 互动也比较好的 这样子对后来 以后这个总统府 在这个立法院的相关沟通方面 相信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总是比像这个国安会 我们的准秘书长 这个吴钊燮 这个秘书长 现在外交部长好多了 就是对于这个赖总统 未来在 不管是未来的这个 因为他是在国会 执政党在国会是少数党 所以我觉得 多多跟在立党的委员沟通 找到对的人处事比较这个 比较愿意帮总统 我们来说明政策 或是来做相关沟通 在立法院国会做沟通工作的人 这样对赖总统帮助很大 我祝福何志伟 现在跟王世坚 还有双卫省委员 都还有官司在哪个位置 想到 其实我觉得不会啦 因为在政治工作者 大家都是很有气度 很有高度 也许在一些选举衍生的事件上 大家曾经立场不同 或曾经有过竞争的状态 但是民主就是展现风度 跟风范的时刻 我相信这样的任命 如果属实 那也是希望借重何志伟委员 他过去在政治领域 所训练的一生好功夫 那不需要有其他 其他不同派系 或是其他谁抵制谁 谁不满谁 我觉得这都是过去式 大家最重要的是 520之后 民进党都是一个团结的战队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